HELLO 各位歡迎收看咸輝的頻道 正所謂風騷的時光誰都有 但是米蘿一刻當永久 很多東西都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 所以今天我們就去到河南 廣州的河南 和你們去看看一個曾經說紅極一時 但今時今日已經消失在大眾視野的地方 去聽聽這裏的歲月流聲 都去看看這裏的歲月流行 小舟村 又稱之為盈州 都可以叫它做小舟 在海珠的最南面 對面就是潘芸 原代就開始建村 是廣州最具領南水鄉特色的古村寨 村口那裏就有大概介紹和建議的旅遊線路 比較簡單 看看就可以了 反正都看不明白 等下我都會詳細說一下 因為現在村口那裏 又比簡介更好看的東西 小舟村禮堂就是小舟村牌坊後面 這棟東西就是 是加小舟村的標誌城建築 這座椅其實很有代表性 因為它是廣州加遺數不多的蘇式建築 這個蘇是蘇聯的蘇 不是蘇州的蘇 座椅就是淡黃色外牆 長方形的 屋頂就鋪了下片 在上面看就像一條芝士蛋糕一樣 禮堂門口上面就有很醒目的星星 和在野的名字 整棟建築就沒有任何花哨的裝飾 十分之簡單 雖然在野 長身間就很乾淨 很新 但其實你們會覺得在野很有年代感 很厚重 這些都是蘇式建築給人特有的觀感 可惜的是廣州很少見到蘇式的建築 禮堂加上是一個展廳 介紹一下這裡的歷史 很簡陋 遠遠沒有外邊 給人有獨特的感覺 在那個年代禮堂還是禮堂 大門上邊的紅星還閃閃發亮 當時小洲還是名符氣實的嶺南水鄉 但六十多年後的小洲 就和這座禮堂一樣 只有一個名字 來裡外面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北州莊南小洲 在以前有一句 是形容中國水鄉 你說多厲害 這兩個地方是代表中國不同地域 不同風馬 不同格局的水鄉 州莊為首的江南水鄉 就是小橋流水大規模的粉袋灰雅 詳細一點就可以點一下右上角 之前都去過拍了一條片 南方的水鄉 就是軟弦曲折的河道 精美的青磚黃耳 小洲就是其中的代表 至少曾經是這樣 這裡的河道真的十分合宅 而且很多都是被野蠻生長的大龍樹覆蓋著 所以在這裡走 你會在一個綠色的迷宮下面 因為你的木桿會被各種各樣的樹屋 去左隔 永遠不知道前面那條路是什麼 這個其實都是南北水鄉的分別 州莊一大的江南水鄉 的格局是很明顯的 而我們南方水鄉 真的是一個曲徑通幽 一寶一驚喜 不過南北水鄉最大的分別 都是命運 大概是90年上下 州莊又開始成立了旅遊公司 引發了一波水鄉的熱潮 之後烏鎮西唐其他幾個水鄉 都相繼成立了旅遊公司的運營 成功把江南水鄉的IP推廣出去 西唐其實也有段片 有上角的就是 而我們嶺南的水鄉 現在真正叫得出名 馮柬可以算是一個 碟膠就越爬越上 兩次下都應該可以的 北京那裡一年比一年 其他的妖魔就太小 或者太人工 真的不太受觸目 但是十幾二十年前 小州真的扯著 領南水鄉這支大旗 向世界展示了 港府文化的另一種風運 曾幾何時 這裡真是文藝的代名字 是廣州文藝的聚集地 都是普遍意義上的第一代網紅地 以前來這裡其實真的挺麻煩的 因為在市區開車過來要一個多兩個小時 不像現在那麼方便 但都會吸引到很多人過來這裡 比紅磚廠那裡誇張不少 但是現在一下交通好那麼多 其實已經變得沒什麼人來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已經變了 就變得很前底 上面的內容 全部都是小州最美麗的一部分 是代表它形質的含意 和僅有關於領南水鄉殘存的記憶 現在你們看到的 是小州村這個村子所包含的內容 村 城中村的村 和那些大龍樹一樣野蠻生長的樓 久前不清 比河道更加錯綜複雜的田線 哇 扑它的街真是震撼到 不知道幾多年沒見過這樣的東西 之前在寶漢我已經覺得有點誇張 來到這裡 我才發現自己的見識還有點少 特別是看到那些樹上 可以結出出租廣告的果實之後 我的三觀就徹底崩壞 原來真的有超自然力量 你們都應該知道 為什麼會沒有人在這裡打卡 這樣的環境 怎麼打啊 那些屋子都遮蓋著天 上面有飛機經過 你們都看不到 我拍這條影片就來了兩次 第一次是暑假的時候是飛機 第二次是剛剛過完國慶的時候 還是沒什麼人 他真的不是因為這裡 與世隔絕 交通不調 是因為這裡已經變了 這些屋子難了 我們可以去修復 甚至去重建 但如果一尊一亞所包含的歷史沒有了 國慶應該如何去應對呢 答案是無法去應對 只可以警醒猴人 這個錯誤不能再次出現 以上的一段話 是我做這段影片的時候 在南方家上找到一篇文章 總結出來的觀點 原文其實也挺有趣的 各位可以去看看 衝擊著各種的無奈 當年的小州 因為文藝發展 都因為文藝去消沉 逃出圈囂 一個清淨的地方 去搞創作 是一個好主意 很多人都會這樣想 而在當年的廣州 有城市南廢之稱的海豬濕地 就是最好的選擇 隔離的小州村 肯定是最好的落腳點 有需求就會有改變 一間一間的工作室 就在小州成立 一棟棟的公寓都在小州建起 但是慢慢 一間一間的青磚鑊兒屋 就變得連目全非了 直到這裡的環境 變得震驚了所有人 小州其實真的很古老 到今時今日的樣子 還會有一種很神秘的感覺 特別是當你穿過蟲蟲的出租屋 走過蟲蟲的橫街窄巷之後 來到登營古碼頭的時候 你會有一種仿如隔世的感覺 在這裡是會有海豬區 唯一耿泉的湖城牆 都是廣州耿泉的幾座城牆中的其中之一座 在夏天的時候 碼頭對開的水面 會有很多小朋友在家長的指引下 安全的汽水 一邊歡聲笑語 加上周圍的陸翼岸的景象 其實很難不去想 究竟哪一個才是小州真正的樣子 因為僅僅隔了一個門樓 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現在眼前所見 依然是歲月靜好 但是你想想你走過那段路 其實是鬼五十六 幾百年來 小州見證過很多這些開心的時刻 不過新一代 其實就沒什麼機會 見到小州意氣風發的模樣 因為這裡其實已經 有些積重難返的感覺 在珠三國的農村 有水的地方就有農 小州毫無移民都會有農出沒 但是今時今日屬於小州的營州飛龍 他真的有些泯滅於眾的感覺 我們不要說每年聶德蝶教這些富豪聚會 都不要說門堂嚴堡這些跨越百年的問候 飛龍聚會有多少人知道呢 看過今年端午這裡僅有的視頻和圖片 其實挺有氣氛的 很神秘 很古老 但很可惜的是 這些東西 維繫不了 我好像傳不開去 都傳不下去 為什麼呢 因為給人感覺 這裡的根似乎已經沒有了 在小州這裡 其實真的會有很多很多的古建築 但很多都是破敗不堪 都被丟棄 被拋棄 但甚少會有人對他們不離不棄 當中 祠堂是爛得最多的 這個有點意外 祠堂也爛了 怎麼會有根呢 小州很多的有歷史價值的建築 在這裡都是得不到保護的 不是 說錯了 是他們會在保護你 因為會有個牌提醒你走遠一點 後面正在施工 不要靠近的工地會有危險 不是 如果保存良好呢 真是鳳無倫哥 其實很多古村樂 在現代化的進程裡 都會用商業化的模式去改變 收益大 辛苦幾代的人都會想過好日子 這些其實無可厚非 周莊和小周都是用這條路 不過周莊是搞旅遊 這裡是做藝術 其實兩者本來的出發點都是一樣 都是為了一個好的生活 但在最後的路口 選擇了不同的方向 結果造成一樣的效果 周莊的那一百元門票 現在就長造長有 成為了江南水鄉的典範 小周的一千多元租 令到現在成為廣州的負面典型 兩個本來這麼高的地方 加上的地位是差天共地 其實你說小周 是不是真的一點變好的可能都沒有呢 我覺得其實 真的有時候不要這麼絕望 因為很多事情都是看 是不是真的有心去搞 還有有沒有在灰暗的環境下堅持 小周這裡是因為藝術而出名 都因為藝術而衰落 但加上藝術都依然在這裡堅守 加上這裡變成這樣 還有很多工作生在這裡 其實真的挺難得 真正藝術創作的 首先是要耐得寂寞 和忍耐 他們真的做到這一點 因為這些店的堅守 都為這裡保持著唯一的希望 而且因為旁邊是大樂城 很多新一代都在這裡消遣 整條村的環境有多差呢 其實是顯然易見的 但其實這裡的小店的類型 是在這個區域裡面 包括前面的土畫村 這裡是最精緻 最有時代特色的 還有這裡有工作室 有小店集序的區域 是會很漂亮的 每一間工作室 小店外面的植物 在小州裡面 真的好像黑暗中的星光一樣 熠熠生輝 同一片天空和一片大地 當年幼少的樹苗 加上都掌路遮天蔽日 而今天 有心人播下的希望 同樣在這裡 視义綻綻放 這些一個個別置的小花園 在那些河道影襯之下 已經迷失了小州 偶然都會展現 岭南水鄉的風味出來 當然 轉個彎就不好了 但是 再轉一次彎又會出來 小州村 一個曾經洪敬的地方 因為錯誤的發展 令人敏熱於眾 沒有人問津 但有沒有改變的可能 可能有的吧 我猜這個應該是很多人 不敢想的奢望 因為多數人看到這樣的現狀 對於未來更多 是一種無奈的坦飾 對於未來更多 其實我對這裡也有這樣的看法 但其實人生的經歷也會告訴我們 做人是要面對現實的 但也要深存希望 好啦 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各位喜歡 也希望各位可以點讚 或者分享這段視頻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